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府高层体应该没有时间来所谓的放话 无党籍的急着抢搏版面 反倒是绿营市议员 目前还只能靠自己 因为民进党还没拍板 究竟年底选举和柯文哲是竞争还是合作关系 最有消息指出 其实在今年一月 蔡英文和柯文哲私下碰面 谈过选举议题 与会的还有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 以及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成郭 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见 但是没有这件事情挣扎 那这个问题是在选队会在处理 而不是总统直接来处理这个事情 民进党高层还得顾及基层不满情绪 强调北市征召作业 也不是党主席一人决定 选举规划一切按时辰走 要到五六月才渴望明朗 双方究竟合作与否互有攻防 反正新闻 宝宝宝山金 特别报道 感谢观看